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芸汐 今天要來教大家整個樣的 修出一個適合自己臉型又自然的眉毛喔 好的 接下來我要使用的眉毛工具 眉粉棒 眉書 修眉刀 眉毛剪 遮瑕刷 修眉刀眉筆 灰棕色 黑色 還有 膽眉膏 好 我們現在就要來為這位模特兒設計他的眉型囉 現在大家可以看到這位模特兒他的臉型是屬於唇部比較高一點的臉型 那像這樣有你的朋友呢 你在這個眉毛的地方比較特別注意 眉尾的部分 像眉尾呢 如果你是這樣子往下爬的話呢 你覺得容易呢 跟這個眉尾沿在一起之後呢 看起來呢 會更加的會比較強勢一點 那在這個地方呢 可以建議大家呢 把你的眉尾呢 稍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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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往上一點 讓視覺呢 看起來是比較平的 第二個步驟呢 是將這個眉尾的部分呢 稍微的呢 往下降一點 讓它不要呢 呈現三角形變得 變成是比較平的 圓一點的眉尾 這樣呢 可以讓你整個人的對人家的印象呢 看起來是更親切更好的 那第一個步驟呢 大家呢 可以先用眉粉棒呢 輕輕的呢 在這個眉毛上面呢 做打地的動作 這個動作呢 是讓你的把 這個眉毛的圓廓呢 加得更清楚一點 在待會修眉毛的時候呢 比較呢 不容易呢 造成修的太細 或是形狀呢 不一的這個現象 看大概的圓廓 畫出來了以後 接下來呢 我用的是修眉刀 輕輕的呢 從上往下 將我剛剛收到的眉封呢 輕輕的把它修的呢 看起來是比較圓用的樣子 好 第二步驟呢 在這個下方的這個眉毛呢 大家呢 要有點均勢眼皮 呈現的角度呢 是45度的角 由後往前 輕輕的 像這個樣子 切記千萬不要呢 90度 或是完全一台踏實度的去做 這樣呢 會相當的皮膚和眉毛 都很好修學喔 接下來呢 每每的部分呢 直接呢 用直立的繫 想這樣子呢 去清除 好 這樣呢 我們在這邊呢 就是完成了 接下來呢 第二個步驟呢 就是將我們呢 上面呢 鍋裡的毛呢 往下按 你就會看到呢 是不是呢 這個地方呢 有多出來很長的毛 這個地方呢 都是不必要的花毛 我們呢 只要輕輕的呢 從後面 像這個樣子 一包 剪下去 這樣子囉 其實看起來就更乾淨了呢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進行畫的步驟囉 畫的步驟之前呢 我們可以將 這個輪廓呢 再一次的做清潔 這個動作呢 是將你等一下呢 要畫眉毛的這個方式呢 可以呈現得更完整 我們修完眉毛之後呢 你可以選用呢 像是灰色 或是在灰中掉的這個眉筆呢 輕輕的呢 在這個毛順上 找到它的空隙呢 去把它補齊 就可以囉 一些自由化眉毛的時候呢 一定呢 要把我們的力量呢 弄到越輕越好 接下來呢 線條步驟的地方呢 我們就可以選用 比較深色的 深色的眉筆呢 去加強這個 輪廓的線條 這一道動作非常的重要 因為呢 如果你沒有加強 這一道動作的話呢 讓你的眉毛呢 會看起來就沒有任何的層次 好的 畫完之後呢 一樣呢 再用這個桌下筆 這樣輪廓呢 再一次的做成立 我們要讓這個眉毛呢 看起來更有線條感的 去上上我們的這個透明的眉膏做定型 好的 最後呢 可以大家利用呢 可以大家利用呢 自己呢身邊呢 已經快要乾掉的睫毛膏 來做這個毛順的加強 為什麼要用乾掉的睫毛膏呢 因為它的這個質地呢 是最不濕 那可以讓你這個毛順呢 看起來呢更加的自然 很立體 這樣呢 我們的這個眉毛呢 就完成囉